腾讯体育9月30日选马德里德比战半时,拉莫斯与萨乌尔征顶头球时,美股受伤险流不止,不过经过治疗和黄马队长依然能坚持作战,拉莫斯被撞痛苦倒地死亡14分钟。 拉莫斯前插至马进进去争顶头球,与国家队队友萨乌尔头部相撞,争顶石水爷,正好顶中萨乌尔的后脑勺,拉莫斯向前发力,马进中场则正好头部向后仰,结果拉莫斯前额结结实实撞中对方头部,立刻扳倒在地,表情痛苦,猛烈转机,令拉莫斯美股开裂,血流不止,黄马队一赶紧上场, 为其紧急出力治疗,西班牙中卫近期多场赛事在黄马进攻时,连续自发扮演凝视中锋角色,作配特级否认是战术安排,也符合戴刀后卫身份,只是这次前插助攻得不尝试,好在其伤口并不太大, 经过治疗后水瘾,依然能坚持比赛,今下欧洲超级杯,拉莫斯盯防迭格科斯塔很失败,开场不久就出现低级失误,被科斯塔碾压时突破先巴头筹,最终狂骂一二比四落败,16年来首次周际大赛决赛告负, 拉莫斯与科斯塔场上经常激烈身体对抗火爆PK,火药味十足,个人的恩怨成分倒不多,拉莫斯倒地流血时,科斯塔还关切地上,前查看对手情况如何,受伤对拉莫斯还是会造成一定影响, 几分钟后黄马队长中线附近造越位失误,被格列兹了成功反越位制造地进球凉机,幸而法国人射门准心收场,击中库尔图瓦,头部弹毁,才避免黄马主场丢分,站至半小时,拉莫斯伤口绷带部分脱落,主裁又要求他的场边固定后再恢复比赛,哭出